超模西夢瑤與毒王的兒子何悠君 因出演時禁節目而相識相戀 兩年於2019年結婚後 陸續生下一對兒女 經營小羊口登上綜藝時 被問到兩胎都是頗婦產 生產的過程痛不痛 對此西夢瑤表示生產時沒什麼感覺 因為過程中有打麻藥 當時醫生還問她要聽什麼歌 幽默形容與唱KTV差不多 這番言論引起往我們熱議 原來有錢人生孩子都是不疼的 這才是頂級的炫富 也有網友推測西夢瑤是在香港生產 採用的是新技術 因此疼痛感會大大降低 不過一位醫生博主表示 平時割到手指都要痛半天 即便使用新技術生產還是會痛的 該名博主也形容生孩子最大的痛苦 其實是帶孩子的痛 認為那才是真正的痛 而西夢瑤顯然是不需要體會這種痛 因此才會說出生孩子不痛的言論 寶貝 要去關於 organize 但面臨時肌腸 如果充滿いう UT